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狗语言 今天是第28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竖直生成器 对 今天我准备给您采用上期给您讲解的 臂包延迟的方式 咱们做一个竖直生成器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臂包的方式 咱们制作一个竖直的生成器 怎么做 而且还用结合到上期的知识 咱们快速的做一做 看看怎么能做出来 好 咱们试试 我今天还是给您采用 咱们直接编码的方式 马上看代码 首先所谓的数值生成器 今天咱们把它就理解为 就是一个函数 咱们每次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给咱们动态的变换数值 比如说费波纳奇数列 比如说加一函数等等都可以 今天咱们先简单的定义一个 加一的数值生成器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试一试 该怎么做 行 其实不就是一个函数吗 怎么写 放可控格 然后咱们生成器的名句叫做 今天我给您生成一个整数 叫做integers 行不行 然后大家请看 这函数就出来了 这函数呢 我给您定义成 因为咱们结合到上次的技术 对吧 它要有一个返回值 它是一个返回 它是一个返回 返回整形类型的函数 作为它的返回值 对吧 绕火令 咱们试试 然后比如说咱们内部定义一个 保存状态的变量 可以定义一个 也可以定义多个 都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retend这个返回的函数 对吧 它是一个返回值为int型的 然后咱们在里面干什么 这个就是咱们定义生成器里面的 一些个技术细节了 比如说 我给它做个爱加加 那么咱们返回的时候 就是 咱们就是让每次咱们返回的数值 都加一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义好了这个函数 那咱们怎么运行 咱们试一试 其实运行起来比较简单 我在这个地方声明一个myint 接收到咱们这个延迟函数 好不好 或者说这个咱们不要延迟函数了 咱们就叫做一个数值生成器 好不好 咱们接收到它之后 咱们为了代码简变 我就直接输出了 直接fmt 然后咱们直接打印 干什么 就打印myint 它本身是一个函数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myint 它本身是一个 它本身是一个返回int型的函数 对不对 我没有说错吧 大家请看这个接口的位置 没问题吧 这地方做这个接口的形实现 它都是一个无参的 并且有一个nt型返回值的函数 好不好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执行它一下 返回什么值 返回什么值 咱们执行才能知道 注意看 go runman 为什么返回1 大家看这个代码 当执行myint的时候 它走的是这段代码 对不对 那么它会把i加1 i是咱们整个数值生成器的一个内部状态 对吧 默认的初始值是0 那么在这个地方做了i加1 那么给它返回是i加1 就是说返回一个1 对吧 默认是0 所以说在这行 您看到的是初出1 那么咱们把这行代码 咱们再多敲几遍 会怎样呢 我跟您说过 i是咱们整个数值生成器里面的内部变量 内部状态 它呢会每次调用时动态加1 那么咱们再执行这个代码 就会发现 每次都加1 这不就是一个数值生成器的效果吗 当然了 这个地方您可以说不用i加加 您可以用这个i加2 这都没问题啊 那么咱们每次在运行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每次加2 这个呢 就达到了一个数值生成器的效果 您说不是吗 也就是说 咱们每次调用时 咱们把生成器内部状态呢 做一些改变 然后呢 再给咱们返回一个咱们所需要的值 这个呢 就模拟了数值生成的效果 您在代码编写过程中呢 可以用这个机制呢 模拟出您在您的应用中 要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我认为呢 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今天这个知识点呢 应该说也是可以用到 虽然说不是常用 但是呢 作为一个知识点 作为一个技巧呢 您应该掌握 咱们呢 通过臂包的方式 咱们呢 实现了一个数值生成器 应该也是比较好用的数值生成器 好不好 您可以试一试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代码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到我的GitHub下载今天的代码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咱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